三国后期曹魏即将灭掉蜀汉之时,东吴在做什么东吴王于公元280年,蜀汉王于公元263年, 较之蜀汉东吴多狗言残喘了十七年之久,但命运往往在毁灭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延兴元年冬天,魏军大将邓尔在绵州大破诸葛湛,随即兵临成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主流禅出城投降,随即下令各处蜀军放弃抵抗。 此时,蜀军主力除了在建阁组党中会的江维大军,还有在南中地区霍益所部,以及东线驻扎在永安的蜀军。 北线江维大军在同样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炸将,南中霍益则持观望态度,一直等到后主东签消息后才正式投降,唯有东线永安因临近东吴王而形势复杂。 独一东吴版图东线吴战士与一直战士频发的北线和不断开拓的南中不同,一灵之战后,吴蜀之间再无战士,蜀汉的东部防线也鲜少被关注,但对蜀汉政权来说,东线可谓是一道重要的生命线。 古代入川道路无非只有两条,一条是自被通过金流道的翻过秦陵,或建阁,加盟,在京眠竹,古人云,蜀道南,南如上青天就是指这条道路。 其二便是沿长江逆流而上,至重庆再入四川。 虽然也不轻松,但终究比上一条路好走得多,刘备即从荆州出发,通过这条道路入川,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也是通过这条道路,跑伐割据川鼠的公孙鼠。 据鼠之后,因荆州问题和孙权势力关系越发紧张,东线的防御越发重要,刘备立刻着手加强东线的防御。 首先是扩大了当地的防区,原有川鼠东部边界为巴东郡,刘备将原属荆州的屋,北定两线变入巴东郡,称为顾陵郡,极力延长其战略纵深。 其次提高当地首将的等级,恢复渝复地区将关都尉的编制,统兵驻守。 扶二三国荆州版图一龄之战后,刘备退至渝复,为了安慰自己改地名为永安。 此时,荆州禁师孙权大军逼近川鼠,甚至一度想说出。 刘备三国之路迅传记载,徐盛、潘章、宋谦等各境表言被蔽可情。 启父公之,强撑身体的刘备,一方面与孙权停战,安排后使。 一方面继续加强永安地区的防御,先是增兵驻防,并命托孤众臣之一的李延留守永安。 为永安都督,为蜀汉四大都督之一,致蜀汉末期,永安都督成为东县最高指挥官。 中属汉一时,也在不停地加固永安地区的防御,除了旧有的白帝城、赤甲城堡垒之外, 刘备修建永安工程、水晶柱记载称称城州十余里,被山面将规模远超原来所建的堡垒。 李延时期以此为核心修筑大量的为数小型堡垒,构成了坚固的公式体系。 兵力上,诸葛亮去世后,以及蜀汉延西二十年蜀汉,又两度增兵永安,每次规模皆在万人之上,永安地区的防御力大大的增强。 图三诸葛亮,一百八十一年至二百三十四年,自孔明五蜀交战成都陷落之后,消息很。 快船至永安,顿时树倒胡孙散,进出罗线船既在永安城内,询文城都带,城中扰洞,将边城立街弃城走,镇守永安城的罗线。 关于罗线现在是否为永安都度存在争议,果断杀鸡景侯,力展称城都乱这一人,这才安定城内形势。 但内乱方安,外祸又来,意识到,纯亡齿寒,但又明白,蜀汉无药可救的东吴,开始尝试自救,和自己的命运抗争。 了解情况后,东吴立刻贾借救援之名,派出大将盛县领兵袭击永安,但这层遮羞不明显不管用,罗线一眼就看出其中猫腻,很明确地表示本朝兴富,无为蠢齿。 不许我男儿习习力,被蒙为约。 且汉已亡,乌合得久,东吴属汉本是一根弦上的蚂蚱,属汉忘了东吴,也活不了多久了,何况还不讲义气,我才不投降。 于是,宝城善修,告示将士,虽然永安城内大部分军队,在之前被都督言语带走支援成都,此时只有两千余人。 但是,汉将士知道,东吴被信弃一个个气氛,莫不用令,把亡国之气,一口气撒到东吴军队身上,凭借蜀汉几十年来经营的堡垒,竟然一口气击败吴军。 徒子孙修二百三十五年至二百六十四年,吉武景帝二百五十八至二百六十四年代位,自子列三国时期吴国的第三位皇帝东吴,虽然暂时失败,但恰好终会叛乱,趁一片混乱之际,东吴再次派大将不惜领兵进攻永安,打通通往川鼠腹地的通道, 这次罗线率领士兵在江边阻击吴军,但吴军规模比上次大得多,罗线不能抵挡,一面退城固守,一面派参军阳宗往安东将军臣千处求救,取得初步胜利的吴军加紧进攻,直抵永安城下,可惜,吴军陆战速来战五渣,罗线出城与围城吴军死战,再次击败吴军。 这下,东吴脸上挂不住啊,两次大败,快赶上当年合肥之战了,消息传至建康孙修大怒,为了把拔掉永安城这颗钉子,孙修派出东吴最强大将陆抗律,领三万大军直接攻打永安。 永安城里本来兵就不多,经历两次大战,面对东吴大军进攻这次罗线怎么也不敢出战,只能退回城内固守,陆抗则将永安团团围住,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六个月,长时间的围困使永安城内疾病大半,形势十分危急, 有人劝罗线继承逃命,但被言辞拒绝,就在这危急存亡之时。 此前突围求援的杨宗见到了陈谦,陈谦又告急于司马昭,为了防止东吴威胁川属内地,也是被永安将士所感动。 司马昭派金州刺使狐猎率兵两万攻打西陵以支援罗线,这一为为救赵之际果然奏效,陆抗军队顿时父辈受敌不得不撤退。 图武司马昭211年至265年9月6日,至此,东吴再未能燃之永安,更不要说川属内地,也不得不接受魏国控制长江上游的现实。 控制川属等于控制长江上游,这让东吴一直以来所已中的水军优势荡然无存,无论是地理形势,人口兵力,卫队吴均是压倒性的优势,东吴所能做也只有等待顺流而下的搂船了。 无论之后的统治者,是不是像孙昊一样残暴不招待见,统一已成定局? 也难怪面对势逐破竹的禁军,东吴丞相张替悲观说出,无知将亡,贤于所知的丧气话。 文,大幅参考文献,一,宋洁三国兵争让地狱攻守战略研究20182,陈寿三国治三,刘华胡建府汉永安都督考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规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